我代表公道明副定位 小長各位社團宣津 公道明從200008年一開始 就認為病案是政筆的徹底 但是因為我們手臨沒有什麼 官力可以去調查 所以今天很高興 在這個記者會來感謝這三位幹部 我認為經過所有的調查 比較深入這個病案是政筆的徹底 這是第一點 因為政筆的徹底其實有時候僅僅幾千而已 就是說病案前頭到尾 過程裡面很多的地方 其實都像我們政筆的徹底部署 我是希望幹部可以繼續調查 為什麼阿比總統下任三十分鐘裡面 就接到競技出競的統治團出文 標示這個公文 阿比總統下任進行就開始簽了 這其實實在是叛兵的 這實在是違背國家的理由 所以我是覺得這應該要進一步的調查 第三點我是覺得說 現在社會重溫在說 阿比總統因為還有其他的案 還沒有結案 所以不可以立即 這是一種的看法而已 那叫我的了解去請教 還有國際其他國家我實在的法論專家 立即就是總統 政治出力的一個下邊的敵權 只要總統有這個管理而已 不管是結案不結案 不管是已經勝了還是還沒勝 但其他人都可以立即 所以我是在這裡要奉勇 副總統免許可惡其他人在說的意見 應該要了解自己做總統的敵權 他就是有敵權的管理 所以在這個時候 既然秘案已經證明是政治平安 所以蔡總統應該是勇敢 用他的總統的特別的 維護司法政議的管理 把阿比總統得勝 感謝大家